大家好,我叫许哲宇,我喜欢上学,我喜欢跟老师们学习,也喜欢跟同学们玩。 学校是一个很开心的地方,我爱我的学校,我的学校叫公立培训学校。 学校是一个很开心的地方,我爱我的学校。 学校里学到了非常多的弟子规,弟子规能让我做一个更好的学生。 我最喜欢上华文课,学习华文很有趣。 最喜欢的课目是数学,因为数学很好玩。 我最喜欢上画画课,因为那个画画老师很好玩,他也是很好笑,他每次讲很好笑的东西,所以我喜欢他。 最喜欢哪个老师是很难说的,因为每一个老师都很认真地教我们,所以我很感激他们。 每一个老师都很难说的,因为每一个老师都很难说的,因为每一个老师都很难说的,在学习。 我们有见过亲家的宗人 大佛牵手努力前进 为真理合理 四大民族 调不起我们的生命 到这个年底我就满90岁了 我叫神光辉 1946年大概是佛牵以后 我就进了培训度小学了 我们除了唱校歌 还有我们也会唱孙中昌国父的三民主义 开始是三民主义 五道空手 以前的跳歌里面有中华民族 现在改为四大民族 还有我们以前是 李 李 连 诗 讲 现在是拉的是李 李 连 诗 讲 那时候我们是在安德森路 一间四人屋 过后我们就搬去 那时候的学校设备很差 不像现在 那时候的老师都是从 海滩导过来的 他们讲的法音跟现在 我们的华语不一样 比如说拍手 我们讲的手拍手 他们是说手破手 他还有我们说是不是 他说戏不戏 当时是福德森当校长 他很严的 时常来寻我们的教室 我们很尊重他 这位是先父福德森校长 他在1941年当培群的校长 到1971年退休 那么我家里的兄弟姐妹 都在培群读书 我们住家也在培群的附近 学校做运动会的时候 可能资金也不够 那我母亲就会煮鸡饭 羊肉汤等等 叫我们带去学校 慰劳这些运动员 所以我们整个家 是跟培群一起成长 那我父亲那个时候 也是面对很多的挑战 因为华校那个年代 收生的来源越来越少 他要很努力去招生 而且还要走民间去筹款等等 海南社群不是很富有 但是很多打工的 很多从事小生意的 那么他们都出钱出力 培群是一个公立学校 这个就是民间的力量 我父亲他很注重传统的教育 理议原始 忠孝仁爱 跟无意的发展 就是得意 自意 体意 群意 美意 七十年代的初期 他们就来到大巴瑶 见了这个新校 而且也聘请陈静元校长 来为这个学校发扬光大 最开心的时候是当我们去休息的时候 因为我可以和我的朋友聊天说话 最难过的时候是 我科学成绩不理想的时候 我记得去年我的科学成绩差一点不及格 我非常伤心 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 在下一次考试中进步了三十分 图书馆 因为那里很安静 可以专心地看书 华月市 我以前是华月团的 那会的时候我感到很自在 最难忘的校园角落 这是在篮球场 是我每个星期 大概三次要来训练的地方 然后也与朋友们 分享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我最喜欢我社会学习的 Mrs.Lin 她每次进来课的时候 都充满着笑容 我跟我姐姐呢 就跟我们的一个校工 叫做福亚大女士呢 我们特别接近 我们到后来都还记得这位大姐 我最喜欢我的学校的诗堂 因为那边有我最喜欢 我喜欢吃的薯饼 还有饼干 我真的回味无求啊 很喜欢那段时光就对了 无忧无虑 最快乐过于incess time 哇你在tuck shop的时候啊 是一碗面 然后淋上那个辣椒 哇 淋完辣椒 吃完面之后 还可以去跟他讨那个汤 不用收钱了 你觉得哇 很幸福了 然后就走到旁边那个角落 买一点零食 吃一点零食了之后 啪啪啪啪啪 爬到楼梯就像图书馆 读书 你看那种感觉够好 我那个时候念书真的很糟糕 所以有一位成绩院校长来到我的科室 他看哎呦 就专门问什么 你为什么你的成绩考的那么烂 不好 可是他没有因此就放弃我 他说 没关系 明天你就早上六点半左右 来我的办公室 我一对一的来教你 校长 当时有一个很强的理念就是 所有的学生都是能够学的 只是学得快 学得慢 整体差并不等于说他们不能学 只是他的用的方法 他开导的方法适合不适合 校长本身以身作者 亲自的做给大家看 让老师也能够心服口服的 跟着才来一起做 哇哦 他是真的一对一的 很细心的 跟我解释那个问题在哪里 特别在数学方面 因为我本身英文不好 所以理解能力很差 这样就慢慢慢慢的调教 慢慢的教 然后我就开枪 陈静元校长 可以说是我的恩人 我记得当时的情况是 学校要生存不容易 华文体的一些学校 一间一间的关掉 怎么样提高华文的水准 让学生真正在华文英文双语方面 都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将来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学生的品德方面 学生的中华文化 古书族族这些 一定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中华文化里面 有好多都是很优秀的 下识观的 我最难忘的人 是我们的陈校长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们礼堂集合的时候 陈校长发了古诗集给每个学生 然后他也在台上很耐心地给大家讲解 学习古诗的重要性 和从这个古诗里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 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 可能也是因为他当时在我内心种下了这个种子 所以之后不管是在中学 高中 我都继续地去学习中文 我大学是去了美国 UC Berkley 跟不一样的人在沟通交流的时候 我都会很有自信地去跟他们分享我们的文化 不管是新加坡的还是中华的文化 今日我以赔群为荣 明日赔群以我为傲 在我踏入赔群之前 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当一名学生领袖 但是赔群让我相信自己 让我对自己有信心 这个赔群的精神 我父亲也培养到一视同仁 你要尊重学校的每位成员 到后来我在志工总会在参政 对这方面的精神有帮助 就是一视同仁 我学到了华人的传统这样的时代 那就是礼仪廉始 也是我人生的左右运 在培群同一个时代 建立起来的学校 现在真正存下来的并不是很多 培群能够从一间默默无闻的学校 能够在校董们 老师们 家长们 教友们 以及学生们一起的努力之下 保留到今天 进入九十周年 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 我太太 我五个孙都是肥群的学生 我希望我的真孙以后继续在肥群做小学 培群从以前乌节路的一个小店屋 一直不断地搬迁转型 到现在这个规模 我们非常感激创校先贤 为学校的付出 也希望下一代培群人能够懂得饮水思源 不断地在世界各个角落扮演自己的角色 发热发光 培得育苗九十载 群策群力素良才 祝培群生日快乐 白居过系 风雨与硕果同行 愿培群万千学子心火相传 再创辉煌 公祝公立培群学校 逃离满天下 也继续为国家培养 勤测勤力的年轻培群人 Happy 90th Anniversary 培群 Congrats on your 90th And make the school progress even further 加油 我希望培群继续培养 为己 为国 为民的人才 培群是我的母校 我祝我的母校再创辉煌 我祝培群长命千岁 我希望培群可以继续传承 饮水资源的传统文化 我希望培群可以继续培养出 对社会有贡献正直的精英 祝培群生日快乐 祝培群越来越成功 我想培群承 踢虽 głiv闹承访 胖心承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